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明镜电视世界新闻 我是徐伟林 一起来关心新闻提要 首先来看俄罗斯与乌克兰 在海上发生冲突 俄罗斯开火 并且扣押乌克兰的船只 乌俄两国关系紧张 另外美国加州史上最致命 最具破坏性的坎普大火 延烧超过两个星期 不过火势现在终于全面控制住了 另外叙利亚遭到反抗军 武装组织的毒气攻击 盟友俄罗斯伸张正义 空袭反抗军 中美洲的移民想要冲破美墨边界 美国当局放催泪弹来驱赶 待会来关心 还有欧盟成员国领袖 正式同意英国脱欧协议 不过英国首相 美伊与保守党也在思考 脱欧协议如果无法 在国会通过的B计划 也就是替代方案 马上进入重点新闻别走开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心俄罗斯与乌克兰 两国之间的关系紧张了吗 在克里米亚自行宣布脱离乌克兰独立 并且加入俄罗斯之后 俄乌两国在克斥海峡水域的拥有权 以及航运上就时常发生争议 而昨天两艘乌克兰海军炮艇 以及一艘脱船 在从黑海航向亚素海的途中 遭到俄罗斯边防船利用碰撞的这个方式 试图要阻止乌克兰船队进入海域 那么随后乌克兰船只 在准备掉头离开的时候 又被俄罗斯的炮火给击中 三艘船现在都被俄罗斯给扣押 乌克兰发出严正指控 那么总统也已经提议实施全国戒严令 俄乌两国的关系紧张 局势升温 11月25号 乌克兰和俄罗斯在科赤海峡一带发生冲突 俄罗斯空军和联邦安全局 认为乌克兰海军擅自闯入领海 因此对乌克兰海军开火 击中其中一艘乌克兰炮艇 俄罗斯特殊部队也夺取乌克兰海军 两艘轻型炮艇和一艘托船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表示 使用武器攻击是为了阻止乌克兰军舰 并且已经登船尽情搜索 综合媒体报道指出 亚素海是乌克兰北部船只出入必经之路 也是乌克兰经济的命脉 昨天俄罗斯在亚素海俄国所控制的大桥下 部署一艘大型货轮 用以阻挡乌克兰海军两艘炮艇和一艘托船 经由科赤海峡进入亚素海 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负责监管边防警卫队的俄罗斯联邦调查局发出声明表示 乌克兰船只违访联合国海洋公约 发法进入俄罗斯领海暂时关闭的区域 显示乌克兰当时正在进行挑衅行动 试图制造紧张局势 因此俄罗斯才会做出所有必要的安全措施 目前所有乌克兰船只都已经从海峡内撤离 不过乌克兰表示早就已经向俄罗斯提前通知乌克兰船只的航线 他们不得不穿越海峡抵达亚素海 而且在这次的冲突中 有六名在舰艇上的船员受伤 现在船只都还在俄国的控制之下 两国双方说法矛盾 对此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已经召开内阁会议 会议结束后乌克兰国会议员将投票决定 是否宣布全国戒严令 波罗申科表示 实施戒严令并不意味宣战 而出于防御目的 此外乌克兰还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 欧盟方面则是呼吁双方克制 让警商情势缓和下来 新闻时事报记者吴哲仪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加州史上最致命 而且最具破坏性的坎普大火 延烧超过两个星期 造成87个人死亡249个人失踪 不过现在有好消息传出来 现在火势终于在消防人员的努力之下 受到全面控制 坎普大火从11月8号开始延烧 焚烧面积达到153336英亩 在旧金山东北方大约280公里的天堂镇 以及周围地区 造成87个人丧命 失踪人数则是从23号的474人 大幅下修至目前的249人 同时也摧毁将近14000栋的防射 坎普大火可以说是近几周来 侵袭加州的第二场大型野火 加州当局今天清晨继续在灰烬 以及废墟当中搜寻罹难者 不过加州消防局表示 火势现在终于在消防人员的努力之下 受到全面控制 呼吁民众不要恐慌 好 没看见的事情不等于没再发生 像是中东战争频繁 不少无辜的民众相继被波及 那么现在叙利亚当局指控武装团体 对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普的部分地区 发动毒气攻击 造成至少107个人呼吸困难 紧急送医治疗 而这也让叙利亚盟友俄罗斯 展开报复性的空袭行动 一个一个病人被抬进医院 全身无力 呼吸困难 视力也跟着模糊 医护人员紧急救治 给或坐或躺的病患氧气罩 吸取15分钟的氧气 叙利亚遭到反抗军武装团体的攻击 导致至少有107位平民出现中毒的现象 其中还包括不少妇女以及孩童 虽然现在已经有31个人痊愈出院 但是当地还是人心惶惶 根据叙利亚官方媒体的报道指出 当晚遭到反政府武装袭击的地区 是阿勒婆市内的哈利迪耶街区 以及扎赫拉街区 反政府武装人员疑似使用了 含有毒气体的火箭弹 叙利亚的盟友俄罗斯则是指控 恐怖组织是这起划武攻击的幕后主使者 他们很有可能使用了氯气 俄国也因此数个月来 首度对位于阿勒婆西方的 反抗军大本营郊区发动空袭 不过有反抗军联盟否认犯案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以及路透市报道指出 这次是政府军以及盟友 将近两年前从反抗军手中 收复阿勒婆以来最高的受害人数 叙利亚从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 就不时传出动用毒气攻击的事件 不过一般都指向叙利亚政府军 对反抗军的攻击 较少出现指控反抗军 对政府军动用毒气攻击 叙利亚民众只期盼和平到来 不再战争不再恐惧 另外来看中美洲移民大局北上 陆续抵达美墨边境 那么昨天美国移民单位 突然关闭圣衣席着入境口岸 让500多名的移民及的攀爬障碍物 试图要来冲破口岸 那么眼见场面就要失控 美方决定动用催泪弹 要驱赶这群涌向边境的中美洲移民 不过根据最新消息指出 在关闭圣衣席着入境口岸数个小时之后 美国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 又决定重新开放 而墨西哥内政部也发布声明指出 强调将把这些试图以暴力 非法跨越美墨边界的移民 给驱逐出境 浓浓白烟飘出 民众沿着嘴鼻四处逃窜 这里不是什么战争现场 而是大批中美洲移民聚集 想要进入美国的美墨边界 中美洲移民大肆北上 墨西哥警方25号在边境城市蒂华纳 驱离集结抗议的中美洲移民之后 美国在关闭繁忙的 圣衣席着入境口岸 边境官员甚至动用催泪瓦斯 驱赶部分涌向边境的示威群众 据CNN报道 中美洲移民主持的大同车队 聚集在圣衣席着入境口岸 约有500名中美洲移民 试图冲破口岸 进入美国申请庇护 这些人中有男有女 还有许多儿童 面对这样的情况 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宣布 关闭这处口岸的双向道路和人形天桥 并对这些非法移民进行拦截 美联社报道 美方甚至向一些试图冲破隔离墙的移民 发射了催泪弹 事实上中美洲移民在试图冲破口岸前 曾在口岸和平示威 墨西哥回应要他们等候批准 但等了一整个上午 他们开始清楚不会获得批准 接着一小群民众脱队 冲过浑泥土潜水道前往边境 部分移民试图爬上第一道金属障碍附近 在群众到达边境之前 聚集在围墙另一侧的美国海关 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发射催泪弹 对此网友反应两极 有人在推特留言感谢边境官员禁职 也有人担心移民安全 怒斥移民官员可斥 以上是孙子山为您播报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好 另外来看 欧洲联盟成员国领袖 昨天正式同意英国脱欧协议 结束长达18个月的谈判期 也因此英国首相梅伊 接下来将会寻求英国国会的支持 外界就认为这并不容易 所以梅伊与保守党正在酝酿 如果不通过的B计划 也就是替代方案 根据中央社的报导指出 欧盟领导人荣科与英国首相梅伊 难得团结口径一致 对英国下议院发出警告 表示今天通过的协议 就是谈判桌上唯一的一份协议 荣科与梅伊昨晚共同拟定 这份发言内容 试图要打消英国国会的疑虑 让脱欧协议在下个月 可以顺利通过 不过保守党内已经有派系 为脱欧准备替代方案 一旦梅伊的协议在国会闯关失败 替代方案将会让英国与欧盟 保持较密切的关系 部分挺欧派阁员认为 梅伊需要一个比较软的 脱欧替代方案 像是与欧盟签订一项挪威式的 单一市场协议 这是与挪威一样 虽然不是欧盟成员 但是与欧盟保持友好关系 也享有部分参与欧盟机构的权力 只不过并非欧盟的全权会员国 另一方面比较强硬的 一欧派阁员则是认为 梅伊需要的是想想 无协议脱欧要怎么执行 而英国国会如果否决脱欧协议 未来进展可能包括英国与欧盟重启谈判 无协议脱欧 或者是举行大选等等 许多英国政治人物都呼吁 举行第二次的脱欧公投 不过梅伊今天再度否决 二次公投的可能性 来看看世界简报 美国女星梅根以及英国哈利王子 结婚半年期间 与皇室水土不服的传闻不断 现在又传出梅根与凯特王妃闹不和 将在下个月和哈利搬出肯辛顿宫 定居位于温沙堡的弗洛格摩尔宫 自由时报引述英国媒体的报道指出 梅根较有主见 与凯特的个性差异较大 双方常常是意见分歧 加上威廉和凯特在肯辛顿宫的寓所 有多达22间的房间 但是哈利和梅根的寓所 却只有两个房间 也渐渐埋下两人的不和心结 接着来关心过去两天 大雨袭击伊拉克 首都巴格达以北大约250公里的沙尔加区 有数千栋的房屋被大雨灭定 另一处摩苏尔区 有两座沿着迪格里斯河建的福桥 也被暴雨淹没 根据伊拉克卫生部 以及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 这次的洪灾总共造成至少21个人死亡 数万人被迫撤离 伊拉克总理马蒂也在23号宣布 建立安全部队 以及地方当局的危机小组 来协调应对措施 同样是意外消息 来看到乌干达首都康培拉 传出邮轮操纵发生的翻覆意外 这艘载有将近100人的邮轮 在当地时间24号 在维多利亚湖上举行派对 没想到却意外翻覆 目前知道已经至少有31个人死亡 超过50个人失踪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至少邮轮最多只能搭载50个人 当天却有将近两倍的人上船 加上天候不佳 才会导致船只翻覆 警方已经针对邮轮公司展开调查 相关的负责人恐怕会面临过失杀人罪 好 谢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世界新闻 明镜电视世界新闻